大家好,我是万伦中,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是小年夜,我们要做特别节目 小年夜以后几天干嘛呢 要追剧跟减肥 我们邀请到减肥专家张正芬 谢谢伟中哥 过年吃这么多,你有没有你的减肥专门的方式 晚上少吃一点 这就是你减肥的方式 如果说你发觉你胖了几公斤之后会开始减肥 就应该是,去统计应该是过年一定会到两到三公斤 一定是这样 就开始晚上少吃一点 晚上少吃 这样就可以减下来 酒少喝一点,很难对不对 不准喝酒,我们不准会 要讲那个slogan 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 OK,我们追剧专家张正芬 张芬芬好,大家好 这个追剧我想一定繁华要谈嘛 是啊,现在这么火的一部剧一定要说 对,唐强龙有访问过张大春谈繁华 然后谈那个金宇成就原作者 他这个怎么写这个事情 是是是 我也看了 也看了 我看了部分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家说讲的那么觉得那么好 不是,这是跟着我个人 我说就跟李立群好像在社群网站上讲过繁华 就被大陆网友一阵打罚 为什么 就说你不应该要讲 说王家为东西那么好等等等等 可是我看繁华有可能时代背景的因素 是啊 那我喜欢看的 是还是 就像我喜欢看张艺谋的戏 我还是喜欢看父亲母亲啊 这些东西 他就是他那个时代早期的那些东西 OK 这个 清气味浓一点吗 一个不能少啊 对 就是很 很汉子吗 很社会主义的东西 社会主义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资本了 对 就是因为这个繁华这个背景是在80年底90年初 是 就等于邓小平已经难寻了 最近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是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所以开始有点要成立这种所谓的改革开放 是 有点想这个要走中国 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实就有点资本主义的情绪 有点资本了 有点资本了 大家开始疯狂的赚钱了 对 有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这段时间的戏呢 我看起来就 就跟当年我们80年代炒股 那个这个环境差不多的感觉 是啊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时候 其实 就是五年级生 五年级生 很有感觉 因为我们会发现那个时间点就是 好像处处是机会都可以赚钱 你只要努力有机会可以赚钱 那是大陆的80年底90年初 对 可是对你们来讲是应该是 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80初 80初 所以两个背景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我记得我们 大陆比台湾晚个十年 对 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 我们很多学传播 或是不是学经济的都去当营业员了 因为股市大发 然后大家觉得在那边很好赚钱 台湾级赢卡吧 真的真的 然后你会发现真的只要努力 真的就有机会赚钱 赚到钱 我也是 我社会上有些年轻朋友 也不是年轻 五年级生 很多都是靠股票 对 投资股票 在那个时候 我们四年级生倒没有 我们四年级生那时候也不懂 苦干实干 而且是非常忙 我那时候像我们四年级生 那时候已经在创业啊 干嘛在工作啊 忙得头给我们抬不起来 很少的时候就住去外面 什么投资啊等等的 对 所有老伴也会讲说 那个时候 如果 可是我们军人子弟不懂啊 有钱来就给父母啊 或者给姐姐帮我管 对 那买栋房子就很开心了 对啊 所以他们 会想到说 再去什么运作 对啊 金钱运作 不会 他们说赚钱的很好方法 在剧中里面讲两个 股票跟土地 对 就是这样 敢这样大 大肆的这样讲 是的 这在大陆的电视剧里面 应该是很难见到的 他直接上央视了 对 所以有人说 如果你要看中央电视台 大陆中央电视台 播的连续剧的话 可以看出一些 这个中共他们现在 基本上的一个走势 就是整个经济啊 社会啊 各方面会政策上一些走势 他会让防花在线 让防花如果在这个时候播出 可能有意义的 也是因为大陆 这两年经济不好 方式不好 也可能想用这个方式 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想办法复述经济 嗯 还蛮重要的 才敢大胆的讲资本主义社会 等等等等 所以他们都是一种宣传工具来着 也不能讲宣传工具吧 反正这就是一个让社会有样子的氛围 嗯 可真话这个东西 如果太标榜资本啊 等等 股市啊 也不当初这个 他本身立国的时候的 对对对对 这种社会主义的情绪 对对 可是我们可能也没看到那么深了 我们其实就是看看 当戏看 然后好看的画面 热闹吗 有人看门道 外行吗 外行看门道 我也是外行 不要这样说 伟中哥 你怎么可能外行呢 繁华这个戏 所以对你们台湾的五年级生来讲 很有感觉 很有共鸣 对对对对 就是你们那时候 而且五年级 现在就刚好差不多十年嘛 你们你们听说 对 大陆比我们满十年 那时候你们进社会 女性也被比较被尊重嘛 对啊 它里面 开始比较比较尊重 比较尊重 那你就会觉得 看这个剧的时候 会让你感觉到 你回到那个美好年代 嗯 其实有的时候看剧是这样 你除了有共鸣之外 也是一种享受 跟一种疗愈 这种的疗愈 就是让我们想到 我们在刚出社会 那个时候 刚入社会那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打拼的时候 那样的美好 对 其实蛮好的 台湾八年代初 有很多事情可以讲啊 股市 然后房市开始起飞 对 然后大家乐 做秀也开始 一人全会做秀 然后节目可以允许 制度单位进来 我开始做中国电视室啊 做梁鹏炮的节目 是 然后大家开始到处做秀啊 对 好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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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然后职棒啊 开始慢慢的 有这个 大家也懂得娱乐 对 大家也签赌 签赌 一个人 如果从二楼摔下去 摔伤了 大家都先不救 看看他本人 是什么 几号 九号还是八号 对对对 很多传说 那时候有一部电影 讲大家乐的 疯狂大家乐 是讲那个时代的 对 不连续剧 如果说大家怀旧情绪 去讲到80年代初 台湾钱 台湾记音卡吧 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 我觉得还没有 反而在这部剧里面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那个美好的感觉的是 赚钱很开心 繁华这部戏 就讲上海那时候 第一这个一个股票 对 钢交所出现 钢交所 对 然后外贸 外贸 那有外贸局 他基本上就是打开了 你可以跟国际 做生意的开始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就是 他也有讲到很多 这样酒店 酒家 这些 每个人叫吃喝 那又看到很多 他们叫酒楼是餐厅 餐厅 跟我们叫酒家 不太一样 对 那个时候叫酒家 火妹郎 对对对 那个其实就是餐厅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 好吃的菜 黄河路 黄河路 八年代的时候 我88年就去过上海 88年 88 你说讲是1988年 1988年 就是那个时代 那你觉得有还原的感觉吗 黄河路有 有 黄河路的确有 就说 我88年回北京探亲 就北平了 我们叫北平探亲 后来我把妈送上飞机 她回去了 我在北平再待了一段 北京又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转到上海 上海我就到了广州 从广州回到 回到罗虎 从罗虎回香港 去香港 就这样 我那段时间 就是在做 那88年我就到了上海 上海很多小麦 面包车等等等等 不过那个时候状况并不好 我也去过和平饭店 他们还是有这个 Jazz的表演 但是没什么人看 但是有那个氛围 黄河路是开始 开始有很多霓虹灯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状态 其实他还原场景 这个部分也很厉害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来谈谈繁花这部戏 这部戏 当然胡歌是我们台湾女性 很多很喜欢的对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小年夜 我们给大家拜个年吧 大家新年快乐 对对对 我们今天请到 追剧专家张振峰 给我们分析一下 什么戏可以看 第一部当然就是繁花 繁花 对 这部戏是腾讯的戏 对腾讯的戏 对也上了中央电视台 也上了中央电视台 你在YouTube也可以看到 对对对 能在中央电视台播的话 就基本上是 绝对某些氛围了 是是是 中国大陆有希望 官方有点希望说 要开始要 经济再复苏 这样的情绪 有主流的意义 对 因为这讲是88年89年 是 1988年89年 等于香港开始 这个股票证券交易所 开始出现 对 外贸开始出现 等等 是 ok 刚讲说 那个时候 我已经去大陆看过 红河路了 然后这部戏里面 最重要还是虎哥吧 对 虎哥 然后还有几个女主角 对 对 虎哥跟他报告 是梁鹤群主演的虎哥 哈哈哈 网络上搜得到的 对 这要怎么解释 这没跟他解释 为什么我说 虎哥是由梁鹤群主演的 太好笑了 对 他很认真 喜剧太多 太好笑了 他很认真 他很认真 对 他叫模仿谁 我想杀了谁 我想杀了 好 讲一下孔流 不讲孔流了 讲一下 这个繁华这个戏 你们喜欢的 刚才是 王家伟很重要的作品 对 我觉得他在里面 如果以女生的角度来看 当然刚刚伟终哥提到 他在里面 虽然是以阿宝 就是胡歌的这个角色 但是他贯穿有三个到四个女生之间中间的一些故事 包括情场 包括商场 这些部分 那对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这几个女生 其实他已经开始独立自主 我觉得在 做生意 对 独立自主 你做生意 或是你赚钱 或是你怎么样 在耳于我诈的男性的竞争商场账里面 可以脱颖而出 那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是有感觉的 实在背景我们知道了 那胡歌在里面演的就是白手起家的一个人 白手起家 对 然后当然他有一个爷叔 有点类似像他的师父 常常会提点他 有点对我们来讲 就是他的mento 那这个爷叔也很厉害 他是90岁 90岁在里面演 常常会给他提点的注意到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人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前辈 或是一些mento 可以指导他一些人生方向 就好像伟宗哥对于我一样 我觉得其实 这段 这段 不要剪掉 我觉得人生的反应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里面 其实在我们来看 刚刚讲到女性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画面 那虽然伟宗哥对于他的剧啊等等 你有自己的看法 等一下再说 对 但是我觉得画面来说 他是很美 如果我很少看剧不快转 还会看两遍的 我其实有些画面会看两遍 是因为你会发现说 他很多画面只要停格 你会觉得就是一张漂亮的海报 我觉得很好看 他把那个光打的 其实任何灰灰暗暗 其实女主角的脸上总是有光 然后打得很美 这是王家卫监制的 监制总导演 总导演 是 王家卫等于是第一部的联系剧吧 对 在大陆拍的联系剧 所以他们会说他叫做降尾打击 什么东西 降尾打击 他们有这样子说 什么叫降尾打击 就降那个纬度打击 就是他是一个拍电影的 所以他降尾打击 然后他还有说他叫做大神吕凡 这在网络上常讲这两个 大神吕凡 是 李立群后来很多网友就打罚他 跟李立群说 王家卫拍连续剧的经验不够 可能就是剧情之间的那环环相扣 还有老戏骨肉演戏 那个你要跟他说话 要他在某一种情绪之下 他怎么把戏说话 然后演 才让那个戏的起程转合 有人味 这部戏我看的时候 前三期看的时候 因为镜头一直在留 这个王家卫的方式 一直在流动 跑来跑去 没有就是光啊光影 我看是有点头昏了 但并不是代表我老的时候 看不到戏 看不到人演这个戏 就是这个时候 他怎么跟雅叔请教 然后两个之间 那个mental怎么走来走去 他跟女孩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哪一个是真的他有情 哪一个他有义 那个东西我看的就是 就是因为镜头一直在流动了 不过每个导演 每个导演的方式 对啊对啊 而且每一部戏你不见得 你可以看很多种 你有很多种的享受吧 对 我觉得看这个剧 其实就是画面的享受 当然了 华人一定要有个王家卫了 身边有话讲的 对我觉得他很具代表性 然后王家卫来拍电视剧 我觉得有代表性 我觉得在OTD平台 开始崛起了之后 电视剧电影影集 它的分的界限 可能也越来越模糊 很多的人才也串流了 连续剧不好开 连续剧什么时候进广告 什么时候扣下一段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它是一个30集 这个你看 你看漫长的季节 或者一些真的会 所以连续剧的人就很厉害 包括台湾那些导演 那些制片 等等等等 制作来讲 我觉得就很厉害 的确这一点 我觉得当然不是王家卫 所关心的了 对 观众在看王家卫 这些画面来讲 尤其女孩子 每一个女的都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其实有几个 像大家可能知道 像唐燕 马依丽 还有辛子雷 我觉得辛子雷 应该是大家特别有感觉的 而且胡歌 对不对 梁鹤群演的胡歌 台湾女孩子真的很多喜欢 你有没有听过 是不是真的都很喜欢胡歌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讲 好像也不太公平 我觉得他其实弟子很帅 他在里面也很OK 而且他在里面 其实有几个场景 是耶稣把他打造 其实把门面打造起来 胡歌我觉得他就是帅了 我觉得帅 那至于 我觉得看剧帅哥很多了 他是其中之一 OK 然后这部戏有上海话版的 上海话 还有国语版的 也有国语版 对 我当然看国语版 因为我也听不懂上海话 可是人家说看上海版 我看上海版 上海版的这个无农卵语 就是说像这几个女助教 讲的上海话 当然那个大饭店 那女的是东北来 她是讲就辛什么 辛子雷 对 她是讲就普通话 普通话 可是讲上海话 上海的话的韵味 韵脚 那个嗲里嗲气 或者凶起来 我觉得那个上海话 用的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也是王家 王家会厉害地方 他上海长大的 对 然后他这次的选角 要求所有人都是要上海人 所有都是上海人 Even包括像编剧等等 都是上海人 我觉得他对于 组这个团队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学问 他们其实像大家可能都注意到王家会 可是对我来说 我其实还蛮注意改编的编剧是谁 那其实编剧里面叫秦文 秦文他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看大陆剧的话 我终于应该知道 我的前半生和流星岁月 都是他的编剧 有这个玛丽演的吗 对对 玛丽演的 玛丽就是演子军 罗子军 所以我觉得 真是熟 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跟流星岁月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 还蛮具代表性 蛮好蛮好 而且他还是演上海 也是上海的 对对对 背景也是上海 那编剧是秦文 我觉得编剧也很厉害 秦文 而且那个时候 东方卫视真的开始拍杜惠心的剧 是 是 我的前半生开始等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在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剧来说好了 组创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功课 OK 对 所以我觉得挺好看的 好 繁花 请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小年夜 跟大家拜年 然后追剧专家张振芬呢 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红的一些戏 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个 陆剧繁花 是 第二部戏 我们要谈的这个韩剧 韩剧 对 这是死期将至 死期将至 不要看这个四个字有点紧张 其实他是很有 特别反思的意义的 有正面意义的 对对对 这个戏是讲些什么 一个轮回 重启人生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介绍日剧也是重启人生 对对 那个戏我知道啊 对 那这样子剧情不是差不多吗 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跟逻辑是一样的 逻辑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看韩剧有一个特点 他永远没有天花板 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大胆心颖的反转 是你始料未及的 OK 对 他的故事很简单 就是一个我们所讲的loser好了 他就是找工作找了七年找不到 中年人吗 年轻人 年轻人 对 找不到工作 然后可能他也觉得要跟女朋友分手 然后他就走向自杀 自杀之后呢 结果就遇到了一个死神 这个死神也蛮有名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寄生上流的那个Jessica 当那个有钱家庭里面的家教的那个Jessica 对你还应该还记得 OKOK 他就是那个女生 OKOK 他们两个 然后他等于是他 他演什么 他演死神 就是说你到了 你自杀之后 你进到地狱了 到了地下了之后 你就会遇到他 他就 他会告诉他说 你这么轻忽你的生命 所以我要让你 等于有反转 让你会有12次重生的机会 对 因为自杀在任何宗教 各方面都是不太允许的 都不太允许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正面意义是说 当他在赋予一个机会 让你重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死其实会带给你身边很多人 其实有一些不舍 我觉得是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在走向死亡那一刻 可能就不顾一切了 那他这个重启人生是每一次在一个阶段 就死掉了 对 对死掉 然后就进到地狱 然后死人就说 我要再给你一次死的机会 对对那死期将至也是一样 死期将至是他想要 类似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一个反转 但是他们两个的反转过程不一样 因为一个人呢 是他没有他没有想死 我讲的是日剧的 日剧的重启人生是没有想死 对对 那这个是想死 他就会告诉你 活着是地狱 死了也是地狱 但是要让你珍惜生命 然后这中间的反转 他回去的这12次 每次都遇到很多很艰困 让你死得很难看 很不开心的那个的体验 然后再次打到地狱再回来 因为他会让他觉得说 我如果不好好的回到人间 他已经刚刚看到 你如果不好好的珍惜生命 你到地狱是一个更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以为一死百了了 可是事实上其实你一死百了 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地狱的将至 那更痛苦 简单说就是让你去反思你的人生 然后每一次回来 你就会完全打开天花板 说天哪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 你觉得他的编剧比重启人生强 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 而且对一个男人来讲的 那个启程转合更大一点 更大 然后他其实勾来 勾在里面的那个 其实最后拉扯他的 其实是亲情 你很难想象 对 那每次回来都会碰到 他上一辈子的亲人吗 不会 不会 但是呢 时间差不太能这样 对 但是他12次的回来 其实都是不同的身份 比如说他回来可能会变成富家子弟 然后咚咚咚咚咚 快要死 啪又掉到地狱 然后回来 他不是每次都自杀吧 对不对 不是自杀 因为他也对都不是自杀 只有第一次自杀 OK 对 我觉得他每一次都会给他不同的身份 比如说回来可能是流浪汉 可能是明星 那可能是 明星是一定要演的 对 明星人生是 很重要的 对 所以他这反转的这12次 代表了12个不同的人的人物设定的角色 那每一次他都想要好好的活下去 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活下去 他就会打入地狱了 他有这个自知之明吗 他他在每次再回来的时候 知道 完全知道 因为他有一个反转是说 当他比如说我举例 我死了一次 我回来之后 我变成王伟忠 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王伟忠是谁 他就进入一个记忆体在我里面 然后我等于是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我原来的身份 一个是王伟忠的记忆体 所以他是同一个时代的 同一个时代的 他不是说在从小孩子长大 但是呢 也有一个是他反转回来是一个baby 就是他很 我觉得他很创新是在于说 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他咻回来的时候到哪里 然后你会觉得他接不接得上 他完全接得上 而且他12个角色里面有贯穿贯连 这个你一定要看 你才会知道他如何的贯穿贯连 到最后发现说 太有意义了 那他12个人世里面 我说他跟他自己前世没有关系 可是里面有些角色是有连贯的 有连贯的 那跟他自己也会有关系 那个关系是一条大梗 然后每一个12个 我这编剧很难写 他是漫画改编的 对对对 我听说是漫画改编的 我觉得我觉得漫画 我们刚刚介绍的繁华是小说 那这是漫画改编的 我觉得韩国的网漫是厉害的 他是网漫改编的 觉得他12次 哪一次你觉得最精彩 你也是做这行的 你的幻想力应该比这个编剧来讲 会差很多 但不会差很多 当然我觉得其中就像刚刚刚伟中哥说的 你做行销跟编剧一样 对他回来是一个偶像明星的时候 让我特别有感觉 可我有想到 我觉得明星的人生 对很多人来讲看起来 那个是这个光时色 十分绚丽 其实并不是你所想象的 不是你所想象的 碰到名利碰到网友杀你的时候 对用用这个人格来杀你的时候 对对 这个侮辱你的时候 也是很难过的 很难过的 是 他都有这样 都有他有 所以你会进入到12个不同的角色的氛围跟生命里面 然后他要努力的活下去 才不会被打入地狱 因为他每一次就会让他真正觉得珍惜生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2个 OK 我是会想到偶像 偶像 附加词 是 baby有时候想不到 流氓呢 流浪汉 流浪汉 有流浪汉 政府官员呢 没有 你把这么快跟三人放在一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尽管告诉你 完蛋了你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是小年夜 我们的特别节目 邀请到追剧专家张振芬 我们刚介绍过陆剧繁花 这个大家最近很红 韩剧的死期将至 然后日剧 以前有一个叫做重启人生 那是将女的 每次 过世的时候再回来 对对对 那跟这个死期将至不一样 他讲个男生 对 但是这个男人呢 当初最早是自杀的 也跟那个日剧不太一样 那这中间有12次回来的变化都很多 很多 对让你非常惊讶 韩国人的编剧实在是很厉害 没有天花板 对对对 OK 另外一部剧介绍的是 黑土无言 这是陆剧 陆剧 我们今天介绍两个陆剧 对 陈建斌 陈建斌呢 就是演这个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 是 还有演这个 真还传 真还传 是 陈建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 是 那个眼神跟讲话很笃定 很好的一个演员 黑土无言 是 这个很值得介绍 是我最喜欢一部戏漫长的季节 对 这两个戏都是同一个 年代 然后都是东北 然后他也是腾讯S剧场 腾讯的S剧场是专门讲悬疑的片 没有 他其实是开始标榜要短的级数 像这一次的黑土无言也是12期 比较短 比较短 他觉得短的级数是一个新的另外一种类型 然后S剧场他从去年比较厉害的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漫长的季节 那今年开始就会有这个黑土 对 这次就有黑土无言 黑土无言也是讲刑警的 对 也就是我们讲的刑侦剧 对 刑侦剧 刑事侦察剧 对 刑事侦察剧 他也是从一个命案 也是讲以前的事情 对 而且其实他的背景 其实也是90年代 也跟土地开发 土地开发 你想象的土地开发等等都有关系 然后再加上可能有怎么讲 建厂要遗厂 可能工厂要收掉 要另外成为一个新的开发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也有人下岗 然后等等这些相关的事情 黑暗 黑暗面 对 那他的所有跟漫长的季节 有一点点类似 也是蛮像刑侦的 找凶手 刑事侦察局 对 刑事侦察局 就是找凶手 找凶手的去 那因为他级数很短 所以他每一级的那个紧凑度是有的 对 然后又是男生为主 就像刚刚伟忠哥说的 陈建斌 男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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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个男人戏 他好看在于说 很会演 很会演 我觉得那个戏 大陆这种行政戏里面很有意思 都是会有师父徒弟的 他都叫师父了 直接叫师父 当初有人带他 他也会有带人 他是别人的徒弟 别人也是他的徒弟 那都是女徒弟 在里面都会有一两个女徒弟 在里面表现得很好 对对对 他这里面也有 黑土无焰我看了 这部戏呢 我跟我朋友一起讨论过 因为还有一个行政集 就叫三大队 秦浩演的 秦浩演的 你也喜欢 在爱奇艺 秦浩是我看过漫长季节之后 非常喜欢秦浩 对 他是一能进的老公 对 那在漫长季节里面演的太好了 太好了 他为了他增肥 对对 多少公斤啊 对 对啊 他为了他增肥 这部三大队呢 其实是 他已经瘦下来了 但是还是 还是那个样子 他演的也是个刑警 这个三大队秦浩前面演 演这个刑警呢 也是别人的师傅 就带着三大队 他是个头 他很聪明 可是后来有些事情发生 等等等等 刚开始看 很好看 那秦浩写得非常好 也是短集数吗 他集数也不长 但后面就有点 有点在那边绕了 短集数很适合 过年的时候 一下子就绕 蛮好看的 然后秦浩演的非常好 那有人比较黑土无言 跟这个三大队 我跟有个朋友 他就说 哎呀 这个三大队好看 秦浩演的太好了 我说这个戏呢 我看起来是没有黑土无言好 因为陈建斌不太 演这个行真的 他最近有些变化 可是那边戏很稳 他不会有太多的表情 对对 不夸张 对他不夸张 也不能说秦浩夸张 秦浩那个演法 就是比较情绪 比较高高低低 对每个人演法 演法跟本身的个性 都还是有关系 陈建斌就很稳很稳 就好像这个皇帝 转世变成心情 你说甄嬛吗 对对对 可是陈建斌那个戏 还有这个剧情很棒 他那个老练 他那个 他对那个一个团队的 那个纪律 老练各各方面 他就是个大师傅 我觉得他就是个大师傅 我也想看秦浩 对对 带着大家一起办案 然后很沉着 然后很冷静 我觉得他在里面 当然他带的那几个小徒弟 当然还有他跟我们 我们所讲的胡军的对戏 这边胡军很棒 对他跟胡军的对戏 也是挺精彩的 不是胡歌是胡军 上一部的繁花是胡歌 这个是胡军 梁鹤群模仿的可能是胡歌 有机会 但他不以模仿胡军 胡军这部戏里面 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凶悍的 对就是有配背景 应该这么说 有前科 有前科 胡军跟陈建斌的对手戏 在征询室里面跟到外面 到后来很好看 对 两个男人对戏 直为精彩 对 看这个就直了 对 没有想到你对行政剧 男人戏也这么喜欢 受为中国的影响吧 不要这样讲 对 我以前都是只看爱情 傻白甜 这是你怎么追到的 黑土无言 黑土无言 是我上个月 上个月遇到了两个 从大陆回来的编剧 我们在讨论繁花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 他说其实如果要看繁花 他建议其实即将要上一个 黑土无言 我说真的吗 他说他们觉得 那时候黑土无言还没有上 我喜欢 对 他们就说黑土无言 他就问我说 你喜不喜欢漫长的季节 我说我喜欢 他说那你一定喜欢黑土无言 对 所以是大陆编剧推荐我看的 我也是因为漫长季节 看到秦豪这么表演好 我看到秦豪演三大队 你去看看三大队 是 秦豪还是很好 可是后面剧情有点纠结 那黑土无言 他的那个紧瘦性各个方面非常好 非常好 黑土就是等于东北的动土 就到冬天的时候 那个土都 你拿铁器去敲 锐器去敲 锐器去敲 都敲不开的 所以他的英文也很厉害 他的forzing service 就是动土的表面 我觉得他的英文取得也很好 黑土无言 讲一个 讲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真 一个真行剧 对 很好看 就是找凶手的 对 就找凶手 看看 陈建兵跟胡 这个胡军 怎么对 两个人对戏 精彩 好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小年夜特别节目 追剧专家张振芬 我们介绍了三部戏 两部录剧 一个是繁花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知道 另外一部戏 是录剧的黑土无言 陈建兵演的里面有胡军 这是个真行剧 对 然后也是腾讯的X剧场 S剧场漫长的季节 到黑土无言都是S剧场 短集数12集 很好看 然后我就讲了黑土无言跟三大队 是最近在比较的一个两部真行剧 因为三大队也是这个秦浩演的 秦浩在漫长季节里面演得非常好 我到处去推销漫长季节 他现在上Netflix了 对 真的 真的各位去看一看 我觉得不管是男的爱看 我就像我老婆也是跟你一样 她比较喜欢看韩剧 那我鼓励她看漫长季节 她有喜欢吗 她喜欢 对 她看了 就像你看黑土无言一样 这种新真剧你不太看 后来我看了 我觉得就是好看 就是12集好看 而且她就像刚刚伟忠哥说到 说电视剧跟电影很大的一个差别 是因为她每一个的收尾 你必须埋一个梗 然后要看下一集 对 她这个埋的那个梗的下一集 恰到好处 对 尤其是新真剧 所以我们刚说繁花 因为是王家卫 当然画面很漂亮等等 对 就是说 但李立群也讲过 说繁花好像 王家卫拍连续剧 没有什么经验 可能就是讲那个扣子 跟你们的剧情的变化 连续剧实在是要起身转合 这是很难的 这是很难的 很难的 那画面漂亮 王家卫也没有话讲了 对 上海氛围 那是一回事 是 OK 我们介绍了三部戏 现在时间呢 是我们这一段要做七分钟 那我可以再介绍一个韩剧吗 对 厉害 还有uncle uncle uncle 我觉得 我不得不 还是一样回到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秦翰我老公结婚 暧昧的样子 有哪个帅哥 他没有特别的 有一个帅哥了 就秦翰我老公结婚 他有一个 他的女主角应该大家 秦翰我老公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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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磨杀剧吗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复仇剧 真的吗 对 秦翰我老公结婚 对 离婚之后 他像介绍一个人给他老公 他其实 折磨他老公 他其实也是一个重启人生的概念 OK 就是 女主角 他在第一集 就直接面临癌症 可能要死亡 然后啪 就转折到 他回了十年前 所以呢 在那个快要死亡的 那个癌症的时候 其实他是看到他 老公是有小三的 那个小三就是他的闺蜜 他的好姐妹 这种事情很多发生 对 现实生活中 然后呢 他十年 所以回到十年时候 他就要去想 他一定要让 他的那个闺蜜 直接跟他老公结婚 因为他老公是个渣男 所以呢 他的整个剧 就要铺陈说 你一定要跟我老公结婚 那他在这个剧的过程当中 就要去讲 如何要能够复仇 让我的那一个 所谓的姐妹 要真正跟我的老公结婚 而我不会跟我老公结婚之后 我是不会有蝴蝶效应之后 我就不会有悲惨的人生 不会身心不健康 生活得了癌症 对 因为得癌症总是 那怎么 他怎么回去十年前 就不多加解释了 就某一个 对吧 就直接 就是你没有什么 这个你们都不在乎了 不在乎 说韩剧的这个想象力 他也是网慢 对 也是网慢 我就 网慢也好 创作也好 歌曲 各方面 少不了一个东西 就是想象力 你没几天一选 就想象力 想象力 想象力 很重要 他怎么回去 合不合理 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是过程当中 当然在他回去的过程当中 当他要开始教训 跟让他的好朋友去认识 让可能要跟他结婚 这同时 当然就会有个高富帅出现了 高富帅 就真正的男主角 在从中帮助他 而且这个高富帅 在过程当中 这可能不能剧透 对 我的意思说 他回去到十年前 他要想办把他的闺蜜 介绍给他 那个时候谈恋爱的 对 男朋友 对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阴谋 我们就说阴谋 阴谋 阴谋 这个过程中 另外有个高富帅男人出现 对 来帮助这个女医 他为什么帮助他 因为 这个男的初恋 就是这个女医 他不是帮助他 说因为他爱他 但他知道这个计划吗 他知道 因为这个男医 也是重返人生 幼稚 他们两个共同 重返人生 也互相都知道 各方重返人生 在某一个moment知道了 那我一定要剧透一下 这个moment 因为这个moment 我真的觉得太精彩了 这个moment就是 第几集出现 第四集 第三集 我觉得那个moment 很厉害是说 他发现两个都是 重返人生的 因为女医在看BTS 在听BTS某一首歌 然后他就对着男医说 我想要找某一首歌 然后这个男的就说 你怎么会找这首歌呢 然后男的就说 我喜欢那一首歌 结果这个女的喜欢的A 跟男的喜欢的这个B 这两首歌 都是十年后的歌曲 所以两个在那时候 知道了 音乐卡起来了 然后几个点 去镜头转来转去 你在镜头前面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看电视的时候 看这个爱背的时候 你就疯了 对 然后就下一集 就扣到了 你就疯到了 对 你这个傻子女人 我刚刚讲这么多 我现在又回到了 肤浅的人生 OKOK OKOK 可是 在这个戏里面 我问你一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 他不是回到以前去 是 把他后来 他老公 欺骗他 他的老公 还有他的闺蜜 后来闺蜜 其实他老公的小三 是 他希望他们两个 弄结婚 让你们尝一尝看 你们两个尝一尝看 你们两个在一起 合不合 是 其实一个是渣男 一个是欺骗 好朋友的女人 对 这个过程里面 可是这在他们两个 后来这两个 一定有谈恋爱 当然 当然 他有介入 变另外一个小三的情绪 应该偶尔有 应该偶尔有 对 因为他很清楚 他老公是渣男 如果他老公是渣男 他回到十年前开始 他安排他 跟他这个女朋友 认识 谈恋爱 那他这个渣男 一定也会喜欢他 他这个 这个女艺啊 是啊 渣男就是 渣男就是眼睛 这个手勾的 脚残的 眼睛挂的 腰 对 这叫渣男 是 渣男我太了解了 真的吗 我好像 梁克军 演护歌 我中国是不是 有趣一个渣男的一部电影 不是 那个谁 那个谁 那个是磕串 阿串也 你一定要叫我去磕串 我跟阿串关系没有话讲了 我就去跟他磕串 我只是去一天 磕串磕串 就听说摆了六集 吓得我 去看这个试片 你去看了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振芬如果各位 学船部应该学他 他真的是很上进 他说行销 说各方面 他真的是 各种戏 各种地方都去看了 我一村喜事 他每天也盯场 厉害 现在常常爆满 对 你去看那个戏了 对 我去看我怎么会有我中歌 而且我中歌镜头超多的 没有了 他们给我剪的 他们在宣传 我说我就是客串 我就为了为了 那些制片我也认识了 制片我也认识 然后呢 他们很上级 很努力 然后又找阿串 那我就帮阿串的忙 阿串的没有良心的家伙 何百瑞的地独白 对 他就是演渣男的故事 你有看那个片段 我看片段 他看三集 他的首映是直接给你看三集 我中国的戏份蛮重的 我哪有重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在里面看了你的镜头超多的 你可能是还蛮适合 拿出来做宣传的大牌明星 我就是傻子 不过在里面蛮自然的 为什么帮我一个好人好事代表 现在还有好人好事 我什么事情就帮人家 对那也是渣男的故事 阿串是演副总吗 副总 对对对 好像满老师的一个副总 还是什么 满老师的副总 我是那个总经理 我真的很 很老江湖的总经理 对 你不太记得了 反正人设好像就这样子 是是是 就一天就演完几部戏而已 对 捡了我很多进去 很多啊 我看了很多 太惨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HBO HBO GO 太惨 好 我们介绍了几部戏 刚才你说那部戏叫 请和我老公结婚 原文就是这个 对 哇 会许名字 名字许的很好 大陆 韩剧的剧名都很一针见血 就像我们讲 high concept 他这个韩剧 现在已经走出一套方式了 他想象力已经丰富到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没有停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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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小年夜快乐 也希望这些 今年的一切顺利 然后福气 没有停滑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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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